老爷 你离开不久 因为自荆州转不足 工坊一直挺供 月明担心长此以往 会影响朗里春的生意 所以他逼不得已 接受了施济州的援助 以为缓过这一关之后 再从长计议的 但是月明他 没防住施济州 让他钻了空子 我知道我一走 施济州 一定会对我们朗家动手 好在 我及时同月轩通了电话 得知了详细的情况 利用施济州的贪心 将计就计 才得以反败为胜 只不过我千算万算 没有想到施济州 竟然会离间 海棠与朗家的关系 利用你来对付我们 海棠 对不起 让你受委屈了 老爷 您回来就好 海棠只求 您能给我一个真相 原来您根本就没有 相信过我是吧 月明 这次的事情 我对你太失望了 你急于求成 为了证明自己 不惜出卖郎李春 出卖我们这个家 我出卖这个家 这个家里的叛徒 不止我一个吧 您什么事情 都瞒着我跟我娘 凝居心何在啊 还轮不到你来质问我 你们都少说一句 老爷 这事 你确实不应该 瞒着月明的 月明他知错了 他一直在想办法补救的 娘 我没错 他什么事情都不相信我们 却愿意相信一个养子 你说我怎么放心把这个家交给你啊 你差好远哪 做一个商人要有德行 做一个人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好 那您告诉我 我比朗月轩差在哪儿 你的心胸狭窄啊 你把自己的失败和不如意 都归咎于他人 你从来都没有面对你自己 您撒谎 不是我不足够优秀 而施朗月轩 就是您的亲生儿子 你说什么 谁告诉你的 娘 是世纪洲亲口告诉我的 您糊里糊涂地跟爹过了一辈子 却还把一个野种 当作是亲生儿子一样对待 月明 世纪洲是骗你的 他故意这么说 是为了挑拨咱们家 那个情妇叫胭脂 你让您自己好好回忆回忆 娘您自己好好回忆回忆 二十年前的这个时候 到底发生了什么 爹 我哥说的是不是真的 你说呀 您说话呀 够了 月明 月明 没错 月轩是胭脂的儿子 这个秘密我隐藏在心里 已经太久了 我这次回来 就是想把这一切都跟你们说清楚的 娘 您看 她自己都承认了 真相大白了吧 老爷 老爷 我为朗家做牛做马 没想到你欺骗了我一辈子 你欺骗了我作为一个女人 最柔软的情感 但我仍旧把月轩 当成自己的亲生儿子 当成自己孩子来爱护 是老天让我还债 还是犹豫惩罚我 什么惩罚呀 其实她心里面根本一直住着 那个叫胭脂的女人 对她的想念和亏欠 变成了负债 都还在老月轩身上了 闭嘴 我闭什么嘴呀 这个家里要是没有你的话 哪会有那么多事 你刚才干了什么 你自己不知道啊 好了 现在什么时候了 还在窝里斗 窝里斗 要不是你之前 付向她这个感情债 我们家会有老月轩吗 我的脸会被她毁了吗 这一切都是因为你 你的心里 永远都抓着这些仇恨 无论如何 大家都是一家人 一家人有什么说不开的 又不是你的糊涂 咱们朗家会走到这个地步吗 如果不是因为你 又没能走到今天这一步吗 如果没有月轩的话 没有那么多如果 我现在只祈求你们 我们能够一家人 拧成一股神 渡过这道难关 老爷 不好了 那个施济周闯进来了 施济周 你到底想怎么样 朗思年 你居然还活着 你那么惦记我 我死也得让你作伴 大难临头了 你嘴还那么地硬 顾海棠 我要问你 芙蓉膏究竟是怎么回事 你要搞清楚 朗家的人是怎么对你的 我才是真正在帮你的 你住口 你还想骗我到什么时候 五娘的死就跟你脱不了关系 你可不能颠倒是非 冤枉好人哪 这一阵子 我都是一心一意地 在帮着你们顾家 让芙蓉膏重见天日 你只是把我当成一个赚钱的工具 就是因为你的贪得无业 所以你才落得今天的下场 施济周 你都已经穷途末路了 你来这儿干吗 别以为你们用了一个 小小的计谋 就想把我给扳倒 那是不可能的 朗四年 你回来得正好 我现在就要让你知道 朗家是怎么回在你的手里 当然 最主要 还得谢谢你有那么个好儿子 看清楚了 这个房契现在在我的手里 我才是这座宅院的真正主人 你这个逆子 而且我还要告诉你们 如今昆阳城里城外的官兵 全都和我里应外合 由我掌控了 朗四年哪 我终于等到这一天了 我就是要激讨你 我要看着你们朗家的人 一个个居无定所 颠沛流离 有如丧家之权 我就给你们一天的时间准备好 明天一早 我会准时来收回这个宅院 是杰州 你以为一张房契 这就可以扳倒我吗 你说得对呀 一个宅院 当然是不够的了 我要你失去的是整个朗家 月轩 有一笔账 我劝你跟你爹娘算算清楚啊 要算账也是跟你算 你别想在这儿挑拨离剑 你先别急呀 听我把话说完 说不定你有兴趣知道呢 施济州 祸不及妻儿 你我之间的恩怨 我们单独解决 可惜呀 这就是关系到你跟我的妻儿啊 我怎么能不当着大家的面 给说清楚呢 施济州 你到底想干什么 朗太太 这就要问你了 当年你对胭脂做了什么呢 月轩 有笔账 我劝你 也该跟你爹娘算个清楚了 你知不知道你娘究竟是怎么死的 就是这个女人 就是她 当年亲手杀死你娘 还有你这个亲爹 居然帮着凶手隐瞒了这么多年 月轩 你娘死得好惨哪 你说这笔账 该不该算清楚啊 当年 朗老板跟一个家里头 叫胭脂的丫鬟要好 但后来迫于朗家的压力 无奈只好娶了朗太太为妻 而这个可怜的胭脂丫头 却被朗太太私下赶出了朗家 殊不知 当时这个叫胭脂的丫头 就怀上了朗丝年的骨肉 我想你们应该能够猜到了 朗丝年的这条血脉 究竟留在了谁的身上 后来这个胭脂 就带着身孕嫁给了我 要是 月轩 要不是朗四年当年硬要把你带走的话 很可能你现在就是我的儿子 世纪中 您闭嘴 这是我的家世 是 怎么 姥姥吧 你敢做不敢当吗 要不是当年你一直 背着我跟我的女人 私下来往 让朗太太知道了之后 一怒之下就动手杀了燕炽 她以为这件事天衣无缝 却没想到被我目睹了一切 月轩 你看好了 这就是 当年朗太太杀死你娘的凶器 你自己看看 他们两个人的样子 难道你还分不出来 我说的是真是假 你说 这个仇 你是不是应该 跟你爹娘算个清楚啊 明天一早 我就准时来收回这个宅院 今天就是你们在这个宅院里 共享天伦之乐的最后一夜了 爹 老爷 老爷 老老爷